所有的蛋餅都在有效期限內 那業者是針對有效期限的截止是他標錯 我們與業者溝通希望他突然澄清 我們絕對不會讓業者背黑鍋 也不會讓業者說謊 農業部有責任在第一時間去了解他 他標錯的這些過程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在當天我想他也錄了一段影片 承認他自己的錯誤 那我們非常訝異 他第二天的時候受到其他媒體的報導的時候 說是農委會本身就是強迫他 或是叫他做說謊的動作 農業部再次的一個澄清 巴西進口的雞蛋本身的安全性 是沒有實案的餘率 因為他所有的蛋餅都在有效期限內 那業者是針對有效期限的截止是他標錯了 所以他必須要回收 然後去做改標的動作 他跟蛋餅過期 這是兩回事情 那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們與業者溝通 希望他突然澄清 我們絕對不會讓業者背黑鍋 也不會讓業者說謊 一切就回到相關的規定去處理 當你標錯的時候就會去處理 而不會有做任何的一個隱瞞的動作 那最後我還是再次澄清 我們進口雞蛋 專家的雞蛋 在市面上流通的時候 一定會為我們全國的消費者做把關 所以所有的蛋品在上市的時候 他一定是在有效期限內 而且是安全的 那我不希望現在的這些媒體 被操作成好像所有的雞蛋都是過期的 那造成所有的消費者的恐慌 我覺得這樣子對整個的一個 一個國人的一個飲食安全 我覺得是一個不負責任的 為什麼呢? evangelical Sunday 在不lax底 是不是 會 revenues 所以 記者 稍后 那